签约合同 真的老师 你当我旁边 当时在拍微博 然后我说 要不送合同 这是改变给我自己的 实在不行 一个负印价也行 原价我自己留着 就是想了很久 实用的或者有意义的 或者是能代表我自己的东西 但是都感觉 没有太好 然后就是一直没有 挑了很适合的礼物 然后所以说 但是在最后呢 我想到了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就是非常能代表我自己 也是改变 确实改变过我的 就是两份手写稿 这两份手写稿呢 就是之前我们舞台总结 进化论的时候 当时不是要手写吗 然后手写那两份原稿 就是我一直保存下来的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 保存下来 就是自己相当于是 一步一步进步的这些东西 感觉非常有意义 然后感觉留下来 也很有价值 就这个稿呢 就是当时写完之后 拍了 然后发的网 就在那个 对一模一样 上面记录着我这次演出的一些经历啊 或者是自己存在的问题 也确实在后面改变过自己的东西 有一个是写的25小时 有一个写的是什么 那个确实是忘了 因为上面没有写时间 当时就写了最后数了个名 第二个礼物 也是我觉得意义非常重的 就是之前每一次进化论啊 包括新年约会的演出啊 就是我们不是有那种 集体的那种成套的衣服吗 然后我有很多 大概有八九十件 我都留着了 因为我就觉得很有意义 和上一个一样 就是记录着自己每一步的过程嘛 那个衣服可能从这么大点变成这么大点 就是打算拿两件送出给粉丝朋友们 就毕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嘛 这样 然后我选的第一件是 选的第一件是 那个两年前的圈定义衣服 就这个上面写着ZDY 一个黑衣服 然后当时呢是 你昨天看了一下 是2020年10月14号发的这个舞台 当时呢 我们在最后穿着这件衣服 唱了年轻的战场 主要是我觉得这件衣服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两年后的自己呢 确实是完成了两年前自己独信的那些 成为了张家偏偏少年郎 然后牙也长齐了 个也长高了 舞蹈也进步了 声音快变完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 对于我来说很有意义 因为当时写的给的是 两年前和两年后的自己 两年后的自己 现在我站在台上 所以我第二件衣服挑的是 两年前的两年前的自己 就是秋日幻想曲的自己 那是一件黄色的衣服 上面写着TFFamily 然后那件衣服呢 是我第一次参加进化论舞台 也是第一次唱年轻的战场 也是第一次登上那么大的舞台 然后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所以说我觉得那件衣服 也很有意义 因为那件衣服是我刚来公司之后 第一次我们所有人一起站到一个舞台上唱歌的 对所以说我挑了这两件衣服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也算是改变过我了嘛 一开始我想的是A场送手写稿 B场送衣服 但是我感觉观众朋友们一个拿到了两份手写稿 一个拿到了两份衣服 可能你想看看其他是长什么样的 最后就打开分开送 就是一个送个稿加一个衣服 一个送个稿加一个衣服 对就两场送一样的配置 A场送小时候的 B场送长大后的 嗯就是也是按照时间线来嘛 就A场送黄色TFFamily 然后B场送那个张泽宇那个黑衣服 OK 啊这是22号的 我说你好我的好朋友 收到这份礼物 希望你天天开心快乐至上 然后写了个ZYD B.A.O.张泽宇小宝 20237月10号 我说你好我的好朋友 希望你收到这份礼物 可以忘掉烦恼 别太累了 然后写了个 对白第一B.A.O.张泽宇小宝 20237月10号 OK老师 期待现场和大家见面 嗯那我们现场见吧 拜拜 就直接想礼物了 我就看那个 朱老师给我发的那些 就一段文字就解释了嘛 我在想 是有哪些东西 就是改变了吗 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 Jackson B.B.B.的一个专辑 对 然后 因为我觉得就是 其实这么久以来 就是我特别喜欢他 然后就是会经常去听他的专辑 我觉得 就是有时候会听他的那种 他的歌里面的旋律 或者 看他的歌词就会 感觉就是会有一些改变 然后平时也会关注一些就是他的一些 比如说微博或者Instagram一些的东西 然后所以就会怎么说呢 就是他会影响到我很多地方 我会去学习一些他好的方面 那个专辑呢就是 我如果直接看到他的话 就会立马想到他 就是平时在网上呢 你会看到一些 Jackson B.B.B.以前的一些经历和过往 从小时候到他现在 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就是 也有很多挫折 但是也没有放弃自己吧 我觉得 为了梦想去追逐 对 鼓励到粉丝朋友们 第二个嘛 就是打算送一个波波的照片 然后呢 上面印了他的那个狗爪印 然后再盖个五个手指门 就是感觉波波给我带来的快乐 因为平时我在家的时候就感觉他傻傻傻的 然后就是 早上就会跑到我这边来 吐着舌头笑着脸 在那叫 叫我起床在那 然后就感觉就每天都很开心 就是也会 跟他一起玩 逗他玩啊 溜狗啊 特别开心跟他一起 想让大家也更开心一些 就是不要太 每天就是有点阴谋的感觉 不要阴谋 多开心一点 我们是都可以吧 可以抽签 就我第一个就抽的就是A传 就是专辑的吗 好了 随便画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我画了在啥 不是 这个画的好丑啊 就这样嘛 老师 就画不 不适合画狗啊 不适合画狗啊 好 好了 那我们现场再见吧 拜拜